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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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谁啊 他真正生命到现在还不知道耶 小前辈就这样子几句话带过去了 而在这之前的记忆是一片空白 半年想不起来 仿佛是因为沉睡了很久 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得一般 两个各种学过的心觉点击的内容 我却要记得清清楚楚 莫非蓝姐姐一觉醒来时 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就只记得要寻找深大哥吗 嗯 的确就如姚妹所说的 等等 刚刚那是 蓝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在城中 试用一顿咒术 而且 在施术时用了不寻常的极大咒力 迹象非常明显 老夫也察觉到了 那应该是在此地的南方 嗯 记得原来 萧音也擅长使用一顿咒术 等等 此地的南方 依照方位来看 莫非是丁卫丁大人的居所 齐云帝 不无可能 这位宰相大人知道的秘密 看来不少了 这么说来 只怕丁大人会有危险 事不宜迟 咱们得赶快去他的宅邸瞧瞧 残余的咒力 这里应该就是一顿咒术施展之处 而这房子看似普通 实则设下了某种变幻投挪的顿甲之阵 此术设置极为繁复废实 可以肯定 是此地主人所为 丁卫自称略通先方倒数 看来他的本事远不止如此 倘若有人在上面使用咒术 必定与丁大人脱不了关系 公子 顿甲之阵 会使书房内的格局扭曲倒逆 丁大人似乎也设下了御笛用的封符禁制 肯定不易应付 蓝姐姐提醒的是 不过咱们看来别无选择 这段路还真漫长啊 我们总算来到这书房的最顶层了 原来如此 这位丁宰相 着实是深藏不禄之人 这位丁宰相 着实是深藏不禄之人 只是令人扼问 这法阵一回 咱们就无法尾随其后 寻找他们的去处了 这倒不难猜 这法阵寻地脉一路 往正北而去 若以方位来看 应该就是御清赵应公的方向 这就说得通了 小妹真是聪明 如此解释 就一切都合情合理了 公子 放在这书房里的 似乎是丁大人特别珍重之物 其中说不定 有她当初建造御清赵应公时 在地下发现的遗物 蓝姐姐说得有道理 这里肯定有什么重要之物 咱们就先在这书房 好好搜寻看看 嗯 看下这个大石板上 应该是代表酒药的符号 但看起来连带兵不久远 却满布斑驳的射者裂痕与曝损 是不是遭到烈火焚烧后 又满入地底一阵子的结果 酒药 那几次观看 还能看到一些肉里难辨的魔果痕迹 好像是被涂上什么颜色 但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 或许可以用什么方法看得更清楚 不然 借助霸者之言 显 显幽现影的神奇力量 就能看到已经消退的痕迹 太阳 太阳 太阴 金药 祭都 这个是个星药 周围直接用不同颜色标记出来 这应该有某种含义 雖然此刻还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不过还是先把他记下来吧 他不是在这边调查啊 两次啊 这个 青铜钥匙 原来钥匙用在这里 断地大人找到那个钥匙 但他并不知道有这这处地下遗迹 所以 所以 也并会亏出其中奥妙 效应一行 你定大人 或许在前面 为你赶快才行 效应一行的 定大人 或许在前面 为你赶快才行 嗯 没有军行 效应想妨碍 屋主大人 哎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不过一如赤宗神的预言 你们果然还是跟了过来 小姑娘 你我分数送了两方 双方虽是敌人 但承拨你多次手下留情 我也十分感念你的这份好意 希望彼此能不动干戈 但终究 免不了如此结局 这回你鲁杰当今宰相 丁大人 闯入开封地下 属于必定是今天动地之事 恕我无法再顾及过去的情谊 就算得对你道歉相向 卫妃阻止你不可 卫妃阻止你不可 你不可 明是你不可 我怎麼覺得消音的祭祀感有點像那個黃斧森啊 不,小姑娘,我被那個自稱赤宗神的傢伙,騙了 她絕對真正的神職,只對人有魂魄之細,深入你的信念操縱你 就算你聽沒完成她所說的一切,那也絕對不會實現諾言 屋祖大人 沈子俊,這就不需要你來操心了 大王,您沒事吧? 我沒事,只是不知不覺間,也是失了膳 大王只是太過勞累了 不知我是否還有面目,去見江東俘牢 启禀大王,因為漢軍猜中了我們要經過東城支援,埋下伏兵夾擊,加上天王 天黑夜雨,許多弟兄們在途中走散了,一時來不及趕上也是有的,請大王無需氣內 事到如今已不可為,咱們還是在此做個決定吧 喚軍,上下要的是我的人頭,我所到之處,鐵軍必會豐有而至,更感謝你們忠心耿耿,始終跟隨著我 然而,你被眾國寡,亂戰中,我無暇顧及你們,只會突然讓你白白送命 與此這樣,大不如我們再次分道揚鑣,各自設法逃離此地 無論如何,千萬不要清見性命,與蟲蟻般的漢軍死傷 你們都是楚國的精銳,留得一人算一人,等將來回到江東,必定有機會,重回我楚國的驚奇之下 明白嗎? 屬下明白,雖然我們都不惜為大王犧牲性命,但以大王與余夫人之能,屬下這點威力反倒還會有所拖累 大王願意為屬下著想,感激萬分之餘,自是公然聰明 嗯,這才是我的好部下 此刻漢軍虛於變質,你們早一刻逃離此地,就多一份活下來的機會 不要遲疑了,快去吧 大王,請您務必保重,咱們回到江東再聚首 穆妹,到了最後,留在我身邊的依然只有你,就如我們出世時候一樣,或許,這也是命中注定吧 大王,臣妾生來的宿命,就是輔佐您成就天命 您是命定建立万事基业的帝王 不会输给刘邦那侍颈之徒 英美说得是 大王 于此 臣妾有一句话藏在心里已久 但不知该不该 在此时此刻说 英美 现在我身边就只剩下你了 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 臣妾希望 今后大王不要过度依赖霸剑之威 你说得对 之后我的确是场心神迷离 思绪模糊 万万突起意而来 一致恍惚 这曲颗粒似乎就换成另一个人 不过神爱才静觉在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恋之下 作下了愚昧之举 而每当我已回想此时 终会有一阵倦意涌上全身 我的疲惹之与 只能暂时在思绪勾响 就其原因 的确是因为我轻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异想 以致 之后不断犯下难以挽回的过错 才会造成现在的结果 你以为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罢线造成的吗 听到大王这番话 臣妾总算可以放下心了 我记起了彭城之战史 在顾白灵那无可弥补的遗憾 我会拱破张眼的护身 风气孤独吹死霸剑 一直冲冲之下过大的剑力 会由你设下的霍天阵 与我帮都已平安逃脱 因为你说的没错 霸剑是造成一切罪魁祸首 难过此刻有树死罢 还有一句在后追赶 我们就出现凶险非常 能让度过这个难关 在这里引以爱她的威力 此刻我们的确需要霸剑 然而臣妾要在此求大王答应 待咱们回到江东后 还请大王暂时将霸剑收起 胜而藏之 因为 眼前都到这个地步了 我断无继续执迷不务之力 承蒙大王愿意接受臣妾的请求 做下远离霸剑的承诺 臣妾万分感谢大王的信任 也必会以性命信守昔日的约定 跟随您到最后一刻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因为 我向来全心信任你 从来就不需要什么约定 当初张良就劝告你了 然后鱼姬也不信张良的话 到后面 已经输残了 才开始发现 啊原来都是霸剑的祸 下远这个时候 才听鱼姬的话 一切都来不及了 诶 招式一样啊 看家 看家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里的感觉不对劲 因为 你也感觉到了吧 有人在此布下了乱戒 看来张良又抢先了我们一步 幸好这乱戒虽然厉害 却也有个可以利用的缺陷 不愧是我的哀机 不论遇上什么难题与凶险 你总能马上想出阴影之道 所以 我只要找到灵皇走入其中 刘毅随后出现了金色灵活 并跟随他而去 这样对吗 正是如此 哀机无需多心 至今你可是从未让我失望过 大王 臣妾感觉到地脉的紊乱 由此逐渐减弱 这个刘毅随后 她的宝负 是对 是对 他们的宝负 那是对 那是对 人家的宝负 是对 不认为 我们的宝负 非常好 我们的宝负 是对 我 相王 鱼姬 我们许久不见了 别来无恙 长良 事到如今 也就不用再装模做药了 相王英武无双 当事无人能及 岂是长良所能相比 重点来了 二长良在此关后两位 绝非是谈吐向汉王 秋功妖赏 只想诚心诚意 请求向王大令一件事 只要向王人运营事实 张良便攻送两位安防将斗 从此投身处赢 选心辅佐向王 长良 我的兵法谋略一向远不如你 派头无话可说 和你有本事辅助流帮打败我 只可要打算判你流帮投手 之前的努力 前功尽弃 你所图的 到底是什么 相王 我所图的与你无异 就是建立永世太平的天下 这原是你的使命 无量你急躁报警 不停劝告而上去罢解 这时环药偏离 忠心入戏 我只好夫子流汗 依抗其轻 而相王今日兵败之辞 便是当初 自己种下的恶果 那时引出的凶心 已进入五地座 其杀猎 顺刻你的本命地心 你遭逢凶祸大难 不但其遇益尽上 连心命以为等担心 而相王无需因此亏行 动乱此刻流帮取得天下 但他 仅是复兴之格 只能待甄嬛 暂至江山 地座难以尝叙 天下王仍下意识之路 暗时引论将冻 避过这天刻凶死 今待凶行逝去 重要归位 而这修养之习之音 蓄积实力 不处二十年 暗世必乱 皆是相王从政旗鼓 便可取而代之 当娘 亦会尽心在旁 运筹帷幄 但天下重归相王之手 章梁 章梁 您刚说这些话 可是真的 当才的话之中 若有一丝虚假 章梁甘愿堕入天牢炼狱 受万载焚魂之法 长梁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始终不能明白你的心思 反正我此刻是会败君之将 只能相信你这番话 是真心之言 既然如此 你要我答应的是什么 我所求知是十分简单 请相王解下腰上的霸剑 暂时将它交给我保管 你说什么 相王 你应该明白我所说的凶心 其实就是霸剑 其次皇药于天定 将陆地做之计 于你乃是最凶险之客 当此时刻 我必须如履薄病 却不能多冒一丝一毫的险 相王 霸剑与你与我 与这人士 都是至关重要之物 难怪他已损起相王的魂魄 继续留在身边 会带来莫大的凶险 张娘 只想代替相王 将他妥善收场 别无涂抹霸剑之心 来得三起起聚 天使来临 我必会双手在霸剑奉上 并供与相王登基陈座 从立万事证术 完成你生来的 够了 给我闭嘴 相王 我为头是岸 你仍然致迷不悟吗 想都别想 霸剑是属于我的 要我交出霸剑 除非我死 不对啊 他都说要投降于你了 你霸剑不给 你当时 你刚刚答应虞兮的 我刚刚答应虞兮的是说 虞兮啊 虞兮是说 回江东之后把霸剑封存 哦 哦 长想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赶快劝一下 相王 霸剑看来已深入你的魂魄 到此 已经无可挽救 虞兮是害你曾经的恨 这一切都算是我罪过吧 即使得用性命仓皇之罪 我也不会放弃救你的最后希望 这边应该又换了一个人格了 相王 得罪了 我猜最后应该是鱼溪 啊 鱼鱼鸡啊 鱼鸡挡下这个霸剑的 项羽之剑然后 项羽不小心误杀之类的 肯定是这样吧 劇情通常都是这样演的 兵华之阵 我看有空辛苦啊 我有空辛苦吗? 有诶 他只能放一个人 诶 这招有点烂哦 哦 一辆 那 倒下吧 欸 沾拿 沾拿圖像換了 大家知道嗎? 大家有發現嗎? OK OK 要不要 欸? 我們把劍就要掛了 放一個單體劑齁 沒有 我說髒娘的欸 髒娘那我恢復正常 髒娘不是頭像都是 都已經換了嗎? 他都換了啊 啊 完蛋 沒有啦 我說的是那個… 髒娘啊 應該是最後一戰吧? 我就是所向無敵的習俗霸王項羽 你的劍下從來沒有對手 凡是與我為敵之恩 都得死在我的劍下 現在輪到你了 小馬 我經歷了 但你絕不能把魂魄輸給了霸劍 要你繼續讓他支配自己意思 他就會完全躲藏你的心慈 你會因而永遠失去自己 一切將會無可挽救 張良 你死到林桃還在說這些鬼話 不過一切就到此為止了 從此 你再也妨礙不了我 這是 這是 一陣吐氣而來的頭痛 可惡 這是什麼 大王 你沒事吧 呃 我的頭好痛 這把肉裂痛關腦的劇痛 這麼想做什麼東西 就突然進去我 跑到裡面 我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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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那要鑽進你腦中的 必定就是霸劍的凶性邪念 求你放下霸劍 讓這一切到此為止吧 我應願你失去天下 也絕對不願眼睜睜的這樣看著你毀在霸劍手中 就算沒有了霸劍 就算實現不了我們的夢想也無所謂 只要向王依然是向王就夠了 我們可以兩個人一起歸隱山野 攜手遨用於五湖四海之間 你認為我已經窮途沒落 不如放棄一切歸隱山林嗎 你認為我已經窮途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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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放棄一切歸隱山林嗎 我得死 其實是你也一樣 臣妾明白這些話並非出自你的本心 然而霸劍能影響大王致此 離心神被他徹底奪佔只剩一步 臣妾願以獲出性命一死相見 恥求大王先射下霸劍 你看吧 都剛剛猜的一樣嗎 就是不小心就是項羽殺了 不小心誤殺了 羽影 哦 要不然怎麼會智穩烏江呢 對不對 歷史要重演就是要這樣改的啊 啊謝謝艾茲 啊歷史重演就是要這樣改的啊 對不對我猜猜的一點都沒錯 哦 我就是下猴疑兵你嗎 呃皇甫生風鈴生嗎 哦 然後死掉之後哦 被自己誤殺 然後才在後悔 為什麼 什麼 哦一樣啊一樣的劇情啊 有點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賣香最對位 他敢放肆 你是這樣的傷勢 你這個渣男,你手上還拿著霸劍,你說你渣不渣 大王,這不是你的錯,是霸劍的邪念讓你失去理智 不過此刻,臣妾在大王的眼神中看到了以往的明朗清亮 相信大王的神志已經恢復清醒,臣妾就可以放心了 姨妹,臣做一點 這一切都是我的錯,你才剛提醒過我,不可過度使用霸劍的力量 姨妹,我對不起你 大王,別自責 臣妾很高興,能用這條命挽回這一切 不過,只怕臣妾無法再遵守諾言,繼續隨時在大王身邊了 即使如此,請大王不要因為臣妾的離去而悲傷 即使沒有臣妾在旁 大王,大王一樣是成父天命的霸王相遇 要完成,從太古一流至今的未經大業 除大王以外,再無他人 請大王,請大王無必好好珍重自己 臣妾不能再伺候你了 姨妹,我們約定過要一起递走新的人士 我們還有許多夢想要一起實現 你不能,就這樣丟下我離開 靖遠了,臣妾不能聰明 臣妾的傷,看來是不成的了 雖然,雖然臣妾也不捨從此與大王分離 然而,我們終須在此一邊 皇權幽遠 不知能否再有相見之事 只希望來生還能 海阿桑,遇上大王 大王,大王 主持人 大王,大王 大王 王 大王 的主持人 這樣的,大王 就在霸剑即将得占你的心事之际 认识过他的狂性 向王 长久以来你一直走在疯狂与致命的奇悟上 若非愚迹都胜了性命 在最后关头将你从悬崖边远救了个回来 剑下便在无人的治疗了霸剑的狂性 一切将忘记得不复 向王 如今你明白狂妄与固执那里付出多大的代价 若你痛惜于气的逝去 就更不能辜负他对你的寄望 寄臭与期许 你要朝着振作起来 封心承担起 如于你的天命 天命 我还应该在乎什么天命 我请因为已经离我何去 这死产的一切 以后都没得意义 就算我终得取得天下 还会认识自主 那又如何 向王 雨季临终的叮嘱言犹在耳 难道你听不进去吗 昌良 你不会明白 我与盈媚之间的相知相惜之情 是盈媚的鼓励 我重新振作 我才能成为今日的霸王相遇 我也才能为他取得天下 一切创造没有 沉暖的和平的事 他是我的这世上最重要的人 我却轻松赌走他的性命 没有一昧的此刻 再也没了与我分享 那些梦想 与约定 一同 现下的霸业 人世的未来 与我已经毫不重要了 如今我又成了孤单一人 而之后的余生 谨慎的 只有独自徘徊于天地的苍茫之间 面对无穷无稽的悔恨罢了 日以至此 这人死 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道不如 小王 你千万不可一时冲动 八剑啊 八剑 我一直相信你是属于我的真黄之气 虽然你的神卫让我所向披靡 占无不胜 但你却图谋害主 以凶性杀力施占我的心魂 令我犯下 无可弥补的大错 我被你毁掉一切的话 今后再也不需要你的力量了 你是无所的生病 你或是补偷的凡兵俗帖 与我已经没有分别 此刻 你剩下的最后的用处 都是让我情长自己的罪 小王 宽住手 你不可 长量 这无谓的人事 就留给你和刘邦吧 我先去黄泉 与盈媒相会 咱们永别了 你 我 你 你 他 你 你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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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我会在离世之前 找到可以碰上霸剑的安全之所 全心中药重归其味 地心之灰 在信于隐气药之上时 霸剑会在造化安排下 重现于是 再去这段未经的宿命音乐 我要让霸剑回复原状 也非得要他们两人不可 欧叶子 这次霸剑与人士的未来 就交给你了 正良 你这人真不够意思 既然自己说走就走 你就放心让老夫 独自承担重责大任 不跟着过来瞧一瞧吗 来得真快 看来汉军上下急着争夺 擎杀相王的战功 此套没聊到今天会是如此解决 洞上自己法律殊胜无几 无法带走相王娘的遗体 就得丢下给他们糟蹋了 反正人死了 取窍就只能化为尘土了 又有什么差别 你说得是 此刻最要紧的 就是将霸剑带离此地 魏爷子 看来该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这个老夫会牢牢借住的 相王 张良愚昧无能 有亏职守 让你遭遇此劫 此刻纵然在 身恨痛悔有无济于事 只能将一切 寄托于来世 近日一别就是千百年后 遥远的将来会如何尚未可知 让我并快接近全力 帮助你完成此生未尽的天命 只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相见 难道说张良就是小前辈 不可能吧 小前辈的孩子那么少 还是张良 就是 蓝姐姐 好色哦 应该不是吧 这张良到底是谁啊 还是张良是 姚妹 也很涩啊 都很涩 相王 别的 我 好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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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色哦